实用小技巧14 这个case呢是在Richmond Hill 今天过来装一个猫门 开门 猫或狗的小门 在这个门这儿打一个方块 打方块呢 然后咱们先把这个距离呢量准 把这量准量到一个中间的地方 然后也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小猫小狗 老跳也跳不过去可能 按低一点 大概这个界线在这儿吧 中间这界线 先把这个框框的画出来 然后再做定位 好了 现在这个猫的小门呢 画线呢已经画好了 正好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都一样的 然后先用这个 这个钻头 在这里 找个定位 然后切这个呢 有几种办法 第一用这个圆锯 上次呢我就用圆锯切的 圆锯切呢就是 嗯 可能是要把门卸下来切 是更好一些 然后第二办法呢 用这个 咱们又叫搬用宝 震机来切这个 这样的话 慢慢慢慢给它切下来 然后第三种办法就是用那个线条锯 线条锯 然后也是 这样 给它切下来 都是可以的 反正不同的办法 不同的 都是一样的 路线都是一样的 在网上也看着 有人用什么呀 用这种钻头 用这种钻头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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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效率太低了 我觉得不理想 所以不要用这个办法 今天呢 我打算用这个 万用宝来做一试一试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用这个钻头呢 定好位 为什么要定位呢 打拾一些窟窿 为了定后面 为了定后面 定好位之后 也是拿铅笔换好 就可以了 然后开始切 这次用我的这个机器来切 切准备就去换了一个新的锯头 这样的话 我认为就不用把门卸下来 再切这个了 卸下来也麻烦对吧 就在这上面操作就可以了 那就切下来了 切下来了 然后一会儿呢 这边打打磨 给它打平一平 然后对上 看看哪还需要调整 咱们再做一下调整就行 大功告成 现在呢 这就做好了 然后把这个摁一下 小猫只能进不能出 把这个摁一下 小猫只能 怎么都是只能进不能出 等会儿再先 我先演唱 好了好了 现在大功告成 这个呢 就是只能 小猫只能 出不能进 然后把这拨一下 进出自由 然后再把这拨一下 只能进不能出 不错啊 然后今天的小技巧就是 用这个切的好处就是 切的比较细 切的比较细 如果用这圆锯切呢 可能是要把门卸下来 切的呢 可能有一边比较糙 这样的话 虽然说能盖住 但是这里你说你能盖住吗 如果客人看到有点糙的话 有点这个木碎的话 确实也不舒服 所以用这个切可能更细 更细一些 我的方法就是这个啊 好 OK